基隆社区大学发起和平岛玩垃圾活动 参加四场次活动的大小朋友 在和平岛进行淨滩 清理沙滩上的废弃物 淨滩要花费很多体力 但是我也很开心能帮助这些海洋生物 透过亲生的这样子淨滩的经验呢 看到海洋正在发生的状况 那我们也会带着孩子们去思考 这个海洋垃圾与自身的关系 就是引发大众的省思 激发参与者对海洋保护的关注 学员们运用将所收集到的海洋废弃物 发挥创意进行改造 今天大家看一看你眼前的海玻璃 将海玻璃进行改造 变成美丽的艺术品 透过减费 比如说漂流木或是海玻璃的重复利用 让大家知道这个循环经济 其实是可以某种程度减少海洋的污染 唤起大家对海洋议题的关注 用生动有趣的方式 向学员们传递了保护环境的重要 希望透过创意教育活动 引领社区大众 一起为美好的未来尽一份心力 人人都可以为环境尽心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